我覺得我分兩個部分 首先也有某個部分回答 回應剛剛世間兄所講的 其實我對賴清德參選 我都是很正面的 我覺得叫小赫加拔 這才有新民進黨對不對 就是說 當賴清德去登記的時候 大家覺得說 你才有新民進黨的開口 但是話又說回來了 如果民進黨真的像 剛剛世間議員講的 長期以來就是民主機制決勝負 然後大家就是下去拚 拚贏出來 不管是姓蔡來是姓賴的 全黨就一致團結 就像我們韓國瑜講的 你不要幫民進黨擔心 癒合力比妖怪還厲害等等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民進黨在焦慮什麼 有什麼好焦慮的 照理講說民進黨本來死氣沉沉的 郭國文又當選了 當選第二天馬上賴清德就去登記 哇戲劇張力十足 迴魂了 然後大家就覺得說賴清德拚下去 然後到最後民進黨最強的出來 哪像國民黨那麼迂腐對不對 民進黨即便是在野的賴清德 都可以來挑戰在位的蔡英文 然後最強的就出來 應該局黨上下方鞭炮 可是我們不是看到 局黨上下如上考筆 民進黨在堅定什麼 民進黨在堅定什麼 如果他的民主機制真的沒有變質的話 這樣緊張什麼 就表示說會好也不會完蛋了 這一次真的能夠治癒嗎 我也有看金剛狼的電影 金剛狼後來也老了 那個癒合的能力他有中毒 大家有沒有看最後一集 照別做我有看 金剛狼最後還是再見了 所以蘇貞昌沒有看到最後一集 他沒有看到最後一集 他只看到前面 前面都很神勇 但後面還是中毒而亡 所以我要講 我是說真的 不然民進黨在緊張什麼 而且民進黨為什麼這麼迂腐的 他們都應該聽王世間委員的談話才對 每一個都出來各種方式 呼籲賴清德以大局為重 要拿 你沒拿民進黨的沒辦法 不然蔡賴配是最好的 好奇怪 胡遲口號 怎麼比國民黨還國民黨 人家就去登記了 你們就下去比 下去籌選 最厲害的出來 這樣動選不是有拚不是很好嗎 所以 民進黨的人一定比我們了解賴清德 民進黨的人一定比我了解蔡英文 對不對 所以當民進黨 舉黨上下焦慮不已的之後 你就知道會好也不完全 告訴你 怕什麼 如果賴清德 離蔡英文很遙遠 譬如說一個什麼阿媽阿狗去登記 民進黨會這麼緊張嗎 不會嘛 因為他不會贏蔡英文 民進黨會這麼緊張 就是因為賴清德會贏蔡英文 不然緊張什麼 賴清德會贏蔡英文為什麼要緊張 應該要高興啊 你不覺得這個情緒是很詭異的嗎 所以民進黨在緊張什麼 表示說民進黨比我們了解蔡英文 到時如果賴清德出來的時候 不知道會怎樣 就怕這個 不知道會怎樣 舉黨上下 金剛狼的 妖怪般的治癒能力 可能已經出問題了 我沒有在唱衰 反正到時候看怎麼樣 那就回過頭來講 我覺得 剛剛賴教授講的其實是對的 就是說韓國瑜 他必須去注意這件事情 我坦白講 我看韓國瑜在講話 那個誰 郭子前不是說他是那個 綜藝咖 天生的綜藝咖 沒有去做綜藝節目 他們覺得實在是很可惜 被政治耽誤的綜藝咖 對 被政治耽誤的綜藝咖 我現在看他講 我覺得他過去這十幾年 沒工作的時候 沒有來當名嘴 實在是很可惜 但是政論節目說 視率應該會很好 比我們在座都會講 講得很好聽 但是 也因為他這樣子講 當然 民進黨也逼了他 所以他就回應 民進黨逼他 尤其在兩岸關係上面 一直逼他 然後他就回應 在這過程當中 他就水漲船高 韓國瑜人氣很旺 所以不管韓國瑜 有沒有要選總統 他的民調 藍營的人 已經全部歸對了 從來沒有那麼爽過 以前 來贏人嘴巴就笨 講不過 明明民進黨就很壞 民以民黨做壞事 結果還講輸他 好不容易有個韓國瑜 你看每天都講贏他 多爽 爽到爆 但是民調只有37% 各位支持韓國瑜的人 民調只有37% 不夠高 雖然贏過現在所有的人 我覺得不夠高 而且中間選民跟年輕選民 在柯文哲不知道在做什麼 不知道在做什麼 真的表演有夠盤看的 他在中間選民 他在年輕選票民調 居然還贏韓國瑜 我覺得這才是值得深思的 今天要選舉的時候 不是說我現在贏就贏 世間兄講的沒有錯 更何況 國民黨的特異功能 就是贏贏 所以這一點我要佩服 我今天要稱讚陳輝文 他一開始的時候 我有仔細聽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兩岸 對 你講說兩岸關係 你有沒有 你說道歉 你兩岸關係 你不要給韓國瑜壓力 這麼早 有沒有 不錯 我告訴你 以前馬英九的時候 我們說有害群 害馬之群 有沒有 有害馬之群 請支持韓國瑜的人 有時候不要成為害韓之群 所以陳輝文就自治了 對不對 我要講的是說 沒有 我不是說他是害韓之群 我是說陳輝文的這種精神 大家要學習 沒有 我要話說回來 他做錯事都道歉一個禮拜 他沒有做錯事 可是他有驚覺到說 這會對局勢有一點影響 我必須要講 當韓國瑜這樣一來一往的時候 當藍營的人爽到爆的時候 我告訴你 偷笑的是民進黨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連基本盤 都要崩盤的時候 因為這樣而凝聚了 現在民進黨 包括賴清德在內 沒有在求勝選 再求凝聚民進黨 三成五的基本盤 不要崩盤 他們現在是連三成都 都沒有辦法凝聚了 對不對 那當你一來一往的時候 民進黨的基本盤 而且為什麼民進黨希望跟韓國瑜對決 第一個 柯文哲可能就不見 柯文哲不見 最爽的是誰 民進黨最爽 第二個 藍綠各自歸隊 藍綠各自歸隊 民進黨就贏了 政權輸掉了 但民進黨贏了選戰 立文也有講得對的地方 難怪他過去是從我們民進黨出去的 我只能說韓神 賴神都各讓藍綠 我引用就像上帝一樣 祂使我們的靈蘇醒 他們兩位 藍魂 綠魂 都蘇醒了 大家等著 他們兩位神都會帶我們進入迦南地 這是奇異恩典 但是我是認為韓神的那句話 他說台獨比美獨還可怕 我認為韓國瑜應該收回這句話 台獨比美獨還可怕 我認為韓國瑜應該收回這句話 為什麼 基本上這樣子的話 無助於化解我們國內 現在藍綠 統獨 大家對立 我們應該互相尊重 向我尊重 統一一國兩制 兩國一制 幫聯邦各種看法 你們也應該要尊重我們台獨 我們的主張 我們的一些看法 尤其用這種性器官 用什麼性病形容 這非常的不雅 我希望它是口誤 還有我簡單講 中華民國的創建者孫中山 也主張台灣獨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者毛澤東 也主張台灣獨立 所以如果韓國瑜說 台獨比美獨可怕 難道韓國瑜是說 孫中山跟毛澤東 都比美獨還可怕嗎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話不好 我希望他收回 即便神 神也偶爾會講錯話 收回這樣錯話就好 讓我們台灣不要 我們沒有解決對立的話 至少不要加深裂痕 對 主持人 我會補充一下 不好意思 就是說我2000年 我投給阿扁總統 2008年我投給馬總統 我請問觀眾朋友 我是什麼選民 我是中間選民嗎 還是我是偏男還是偏綠 所以因為那個定義不一樣 所以每個民調單位 他的定義也不一樣 家權方式也不一樣 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我發現很多人都被 都被媒體那個 其實是3月18號臨表那天 是記者問賴清德 因為這是逐字稿 所以不是很通順 他說韓國瑜嗎 或是柯文哲 記者的問題是這樣 所以不是賴清德校正 也不是校戰 也不是點名 是記者問他 然後賴清德就回答說什麼 百年難得一見 什麼政治奇才 期待誰贏 就帶領台灣往前走 所以賴清德是被動的回應 他沒有主動的去點名 韓國瑜 請大家不要再以而傳而 你看他是問韓跟柯對不對 他只有講韓國瑜 然後記者就不問 柯文哲賴清德就點點點 賴清德沉默 花幾秒 然後嘴唇有點翹翹的說 好 有沒有其他問題 他根本沒去談柯文哲 這個實際的狀況 大家去看拍帶 我講的是真的 我要講一下民調 因為剛剛主持人提到民調 昨天連續有三個民調 我們望望中時 兩岸政策協會還有T台 連續的三個民調 加上之前是連續11 韓國瑜是10勝 這個我昨天解釋過了 我直接講我的結論 以我的標準 在我心目中 其實韓國瑜是11連勝 民調的那些問題 請你去看昨天的重播 我昨天有講過 不重複了 好 我要跟大家講柯P 因為柯P他今天背叛獨派 所以為什麼會有理科先生 為什麼會有科學家 大家注意看 柯文哲他剛當選台北市長說 其實王世堅議員 並沒有對他那麼兇 是因為背叛的關係 但是我跟大家講說 他今天會背叛獨派 他有一天也可能背叛同派 這個就是背叛的下場 就是大家特別的注意 其實主持人 因為我們有一個矛盾說 沒有初選哪來的大選 所以初選的階段 其實會有很多的廝殺 我的看法跟立文不太一樣 我認為真正的兵器還沒亮出來 彭明明教授寫個幾篇 然後你看其實那些都被壓制下來 還沒有真正的鬆腳 鬆手 那會不會贏了初選 輸了大選 這個就是要去思考的 你說沒有初選哪來大選 所以我初選要很兇 可是我贏了最 因為韓市長講的一個 我不是很同意 他講什麼砍斷哪裡 然後哪邊要掌出來 你看民進黨之前的初選 到現在傷痕有沒有愈合 其實是沒有 沒有愈合 不然的話 你看郭國雯最後不會去找陳廷飛 那也包括台南議長 就算不好的 你看當初陳菊跟陳菊 他們怎麼跟管碧琳 那不是有出了一本書嗎 大家罵他罵去 所以其實這個很吊詭 好 我給他看一下 不管是蔡賴佩或什麼 其實都是書 所以這個很奇怪 為什麼我還是保留說 為什麼賴清德到底選真的選假 這是昨天入委會的民調 儘快統一的2.9% 儘快獨立的4.5% 所以會急著去想 統一跟獨立的候選 在我看來 我認為在2020年 總統大選很難贏 所以因為總統大選是單一選區 你一定得往中間移動 這就是我剛剛講說 為什麼賴清德的林表 把蔡總統推向 比較可能當選的地方 主席我最後講一個比較吊詭的 我不公布答案 這個讓大家動動腦 這不是腦筋器 這是有哲理的 全國司法改革會議 貝斯聯盟的要腳一大堆 其實蔡政府跟行政院內閣 很多貝斯聯盟的人 我就不點名了 為什麼全國司法改革會議 這麼多年才開一次 貝斯聯盟的要腳約一大堆 他們為什麼不去談貝斯 為什麼 這個我下禮拜公布答案 可以嗎 還是要現在公布 你最好現在公布 不然今天的通告費要扣一點 沒有 因為貝斯還不成熟 他們如果在 司法改革會議去談貝斯 會被罵死 因為現在社會的氛圍 是反對貝斯的 同樣的 獨派 真正的獨派 他不會抱虎朋和 你也知道說 我現在拿著台獨的旗幟 出來選中 你單一選區 不是選市議員 選市議員很多台獨的 你看一邊國連線 當選很多人 你單一選區 你喊台獨不會贏的 所以我不認為獨派 現在推來新的出來選 我覺得他是選假的 現在算他也太胸 就跟去年的 冬奧政民公投一樣 你都沒聽蔡英文總統在講 這些進步的價值 他很努力的在做 只是你們都沒有跟上